欢迎回到新疆雅剧 我是亚兰 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谈韩服和汉服有多像 最近有很多韩国的古装剧上演之后 让很多中国的观众说 这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吗 而很多中国的古装剧 也让很多韩国的观众说 这不是我们韩国的传统服饰吗 而最近的一个演员 他拍摄的时候晒了一张自己的古装照 让很多韩国网友纷纷说 这是我们韩国的传统服饰 这也引得该片的制片人在网上说 这妥妥的是中国明朝的汉服 那么明朝汉服和传统的韩服有多像呢 比如说这是中国皇帝朱元璋身上穿的龙袍 这是朝鲜王朝高宗身上穿的龙袍 这是朝鲜李承贵身上穿的龙袍 这是明朝皇帝的免服 免服也就是一种礼服 在重要的场合去穿着的 比如说像祭祀等等 那这是朝鲜国王穿的面服 这是明朝的深衣 这是朝鲜的深衣 这是明朝的道袍 这是朝鲜的道袍 人们发现这不是高度类似吗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像呢 我们从朝鲜王朝和明朝的历史背景来看 之前我们分享过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历史远远很深 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 其中有一个叫新罗国 他就在唐朝的支持下实现了半岛统一 而高离王朝时候和唐朝也往来密切 在中国元朝的时候 很多朝鲜的国王都迎娶了元朝的公主 到了朝鲜王朝时期和明朝往来更是频繁 首先朝鲜王朝这个国号朝鲜 就是明朝皇帝朱元璋赐给他的 当时李承贵是给明朝皇帝送上两个国号 一个是朝鲜 一个是和宁 而朱元璋选择了朝鲜 这让朝鲜的群臣非常高兴 因为朝鲜半岛第一个朝代就是古朝鲜 很多古书当中记载 是商朝的一个大臣姬子跑到朝鲜半岛 开启了那里的文明 一直到现在朝鲜还有姬子的墓 而且姬子朝鲜的时候国号就是朝鲜 而现在明太祖把朝鲜半岛的国号由高离改为了朝鲜 说明对朝鲜半岛的文化是很认可的 这也为后来朝鲜以小中华自称提供了可能 而朝鲜王朝和明朝往来有多密切呢 据史料统计 在明朝所有的朝共国当中 朝鲜是来朝共次数最频繁的国家 据统计 明朝永乐年间 朝鲜王朝共朝共89次 平均每年4次 而明朝红西宣德年间 11年里贡献明朝进贡67次 平均一年有6次之多 也就是说每两个月他们就要来一次 在两国往来非常频繁当中 往往会伴随着赏赐 而这些赏赐的物品当中 常常会伴随着服饰和衣料 根据明朝廷官方主持编修的明实录当中 记载有中朝服饰供赐的相关条目有500多项 明朝的这些服饰都是赐给谁呢 主要是赐给有朝鲜的王室成员 包括有他们的国王 王妃 世子 国王的父母 国王的亲属等等 还有是朝鲜来进贡的一些使臣 大臣等等官员 那么都会赏赐一些什么样的服饰呢 大明朝廷赏赐给朝鲜王室和官员的服饰有很多 包括免服 祭服 官服 朝服和常服等等 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赏赐一件衣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在那种历史背景当中 服饰代表着一种身份和地位 也代表着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中国皇帝最高的礼服是12张免服 也就是说衣服上会有12种图案 他会戴12流免官 也就是说皇帝的礼帽前后会有12串玉串 那赐给朝鲜国王的就是9张免服 戴9流免官 也就是说仅次于12张免服的下一集就是9张免服 所以能看得出来 明朝廷是把朝鲜国王当作亲王来看待 这是朝鲜国王文祖 他身上穿着免服的画像 虽然这个画像被烧掉了一半 但是还能够看出他上面的张文 而朝鲜王朝接受明朝的赐服 就展开了全方位的汉画 所以朝鲜王朝的服饰穿着 基本上和明朝的汉服穿着基本一样了 比如我们看到这是中国皇帝朱元璋身上穿的龙袍 而这是朝鲜王朝高宗身上穿的龙袍 这是朝鲜的国王李承贵身上穿的龙袍 看起来是非常的相像 这是明朝皇帝穿的免服 这是朝鲜国王穿的免服 明朝皇帝和朝鲜王朝的国王 身上还有一些配饰也非常像 比如说像帽子 这是明朝皇帝的义上官 这是明太祖朱元璋 这是朝鲜王朝太祖李承贵戴的义上官 不仅王室的服饰和明朝的服饰高度类似 而朝鲜的官服也继承了明朝的官服制度 我们知道明朝官员的官服上会有补子 它是按照图案的不同来代表不同的关节 文官和武官绣的是不一样的 文官绣秦 因为琴鸟的羽毛非常靓丽 象征着文官文采斐然 而武官绣兽 猛兽代表着武官非常勇猛 而这种补子我曾经在博物馆里看到 其实这补子上的图案都是用不同的丝线来绣成的 看起来非常精美 而明朝的文官一品绣仙鹤 这是明朝官员刘大夏身上穿的补服 二品绣锦记 三品绣孔雀 这是明朝官员徐如柯身上穿的孔雀补服 四品绣云雁 这是明朝官员李开仙身上穿的云雁补服 五品绣白衔 这是明朝官员宁元璐身上穿的白衔补服 六品绣露丝 七品绣西斥 八品绣黄梨 九品绣安城 而武官一品二品绣狮子 这是明朝官员前世贞身上穿的狮子补服 三品四品绣虎豹 五品绣熊皮 六品七品绣镖镖 八品绣犀牛 九品绣海马 而明朝官员的补服制度 也深深的影响着朝鲜王朝 而朝鲜王朝的官员 他们也是文官绣秦 武官绣寿 并且不同的官员绣的图案也不一样 这是朝鲜身穿仙鹤补服的文官 这是朝鲜仁祖年间身穿补服的官员 这是朝鲜时代身穿双鹤补服的官员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 我在那次韩国百年服饰展览当中 看到朝鲜时代的官服 和中国明朝时代的官服 非常的像 不仅朝鲜的王室大臣服饰类似于明朝 民间的日常服饰也高度的模仿明朝 很多明朝的服饰在朝鲜被广泛的使用 比如说这是明代的身衣 这是朝鲜的身衣 这是明代的道袍 这是朝鲜的道袍 这是朝鲜著名的画家江世华 身上穿着道袍的自画像 而朝鲜的女装是以傲裙为主 她的形质和剪裁都是借鉴了明朝女性的服装 其实从朝鲜到明朝从海陆走非常危险 经常的发生一些海难 但是明朝期间朝鲜依然多次来到大明 我们可能知道这个使臣来到明朝的理由可能会有纳贡 但其实还有更多 比如说朝鲜使臣来明朝的原由有 第一是纳贡 比如说像把朝鲜的一些珍贵的物品贡献给明朝 像一些人参啊珍贵的马匹等等 而明朝廷也会有贡则赏 一般情况下会本着活来而后往的原则 也就是说藩蜀国进贡过来多少物品 那明朝廷会赏赐回去更多 以展现大国的风范 还有一种是贺 凡遇到中国有重大的事件 比如说像皇帝登基 像皇子皇嗣诞生 还有像一些重的节日 像皇帝新年冬至等等 朝鲜都会派施者来明朝进行祝贺 还有一种是秦启 也就是说朝鲜王朝这边 凡是遇到本国的国王王妃世子的变更 或者其他重要的事件需要册封 他们都会来明朝进行请命其次 还有一类是位 如果遇到明朝的丧事 比如说像明朝的皇帝皇后 太子太后的丧事 那么朝鲜一般会派施者来明朝进行奉位 而明朝廷也会主动的来赏赐朝鲜 这时候一般会有昭告 比如说明朝皇帝登基 皇子皇次诞生等等 往往会昭告于朝鲜 并且伴有赏赐 第二类是册封 朝鲜王朝的国王王妃世子 变更的时候需要明朝廷进行册封 这时候往往会伴随着赏赐很多贵重的服饰 比如说国王穿的免服官服等等 还有就是当朝鲜王朝遇到丧事的时候 那明朝廷往往也会给予一些财务不博等 来帮助他们治丧 所以从中我们看到两国之间的往来非常密切 在韩国的中央博物馆收藏了一幅画 这幅画叫做送朝天克归国十张图 因为古代人们把中国称为天朝 把来到天朝的使者称为朝天克 意思就是说送来到天朝的使者回国的一幅画 关于这幅画的内容有不同的解读 其中一种解读是说 画中描绘了一群明朝的官员 送朝鲜的使者归国的故事 而这幅画的上面还有一首诗 海域杭针共地基 壮游万里自清匪 中朝礼乐心才望 故国江山要得辉 鹦鹉周边孤树咬 凤凰台下顾云飞 鹅然未报朝平侯满载恩光向日归 所以从这首诗的表面意思来看 他就是在歌颂中朝之间的友谊 而且朝鲜官员非常感谢大明王朝的后德 好了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 关于中国的文化还有哪些呢 我们下次和您接着分享